过年腌白菜 新年发大财 先把大白菜腌一下 用粗盐给大白菜搓个澡 让盐进入缝隙里 清水里倒一大把盐 搅拌搅拌 给大白菜做个盐浴 盖上被子 让白菜休息一晚上 第二点吧 检查一下 白芹部分也整个蔫了之后 清洗一下 咸蛋药正好 咸的话泡一会儿水就行 开始做调料 50号升料勺为准 一勺糯米粉 四勺清水 搅开 中小火煮至粘稠 把糊糊倒入六勺辣椒面当中 对了约好 一起直播腌辣白菜的朋友们 我把配方打在最后 现在先去把白菜腌一下 100克洋葱 半个苹果切块 一小块生姜 一整颗大蒜 打成泥 有请老板娘 倒入辣椒面中 调一下味 半勺鲜虾酱 半勺鱼露 半勺盐 一勺白糖 想吃外面卖的那种味的话 可以加一点鸡精味精 能接受的话就加 加点蒜苗搅拌均匀 尝尝咸淡 有请老板娘 均匀涂抹在白菜上 我是小金 一个给老婆做饭的男人 之前去吃川菜我问他 你反正主要吃豆芽 为啥偏点毛血旺 因为你爱吃呀 今日火食 毛血旺 先炒红油 中小火 葱姜蒜 花椒干辣椒炒香 一勺皮线豆瓣酱炒香 六七十克火锅底料炒化 800毫升的清水大火煮开 烧开后盐白糖鸡精调味 中小火煮十分钟煮出味道 其实可以直接下配菜煮 但是我们的目标是 没有花椒 滤出残渣 青菜煮熟 电碗底 豆芽煮两三分钟 在老板娘心里 这道菜就是豆芽嘛 把叶千层堵烫几十秒 黄鳝黑毛肚黄猴都没卖到 鸭血五餐肉煮三到五分钟 放辣椒面 蒜泥干辣椒 油烧五六成 放入花椒干辣椒 过山淋上热油 我是小金 一个给老婆做饭的男人 这烤鸡蛋是老板娘教我的 但他说现在不做的原因是 怕人设崩了 人设崩了 金日火食 超下饭的酱烤鸡蛋 先烤一下鸡蛋 把洗干净的鸡蛋放进电饭锅里 水没过半个鸡蛋 电饭锅蒸煮模式90分钟 同时熬酱油 100毫升两勺未准 4勺水 3勺酱油 2勺别糖 大火烧开 烧开后转中火 根据许号放入蒜片 青椒 羊青 好香哦 再熬两分钟 关火放入一大把白芝麻 抖音搜索酱烤鸡蛋 发现更多的鸡蛋吃法 都是为我们逃票打榜吧 烤好的鸡蛋拿出来 这么蒸出来的鸡蛋 会比煮鸡蛋Q弹 而且没有蛋清味 把擦干水分的鸡蛋 放到盒子里 倒上熬好的酱油 过了今晚你就是下饭神气 文小金 一个给老婆做饭的男人 文小金 给老婆做饭的男人 昨晚老板娘梦见捞三的时候 看到自己在吃这个 然后被馋醒了 金日火食 鱿鱼米肠 先把糯米用温水浸泡20分钟 鱿鱼去内脏 开水烫10秒钟 鱿鱼须切碎丁 虾仁剁成碎丁 开始炒馅 一圈植物油 一圈芝麻香油 中火先把糯米炒香 倒入同量的水 三分钟后再倒水 水分收干后 放入鱿鱼须 虾仁一小勺盐 生抽增香增色 胡萝卜 葱花 胡椒粉 点缀一下 炒得再干白一点 开始组装 这里有个关键步骤 把面粉放进鱿鱼肚子里 搓揉一下 再拖出来 这样不会暴肚 再往里填饭 要填紧实一点 填八分满 用牙签封口 OK准备开蒸 上气蒸6分钟 哇 我是小金 一个给老婆做饭的男人 老板娘最近情绪波动非常明显 突然又低落了 按照我以往的经验 这种时候吃点甜甜的最管用 今日饮品 冰粒奶昔 先做栗子泥 老板娘具爱吃她家的冰魔力 栗子剥壳 按老板娘的话说就是绵绵蜜蜜的 口感上去冰淇淋 嗯 我得从头开始剥 倒进破壁机里 加点牛奶 打成泥 倒出备用 煮点珍珠 五勺少量稍微准 一勺水 半勺红糖 再放入煮好的珍珠 煮粘稠后放进杯子里 挂一下杯 开始打奶昔 冻好的牛奶 加上栗子泥 再加点牛奶 打成奶昔 装杯 嗯 你这变累也太快了吧 这个真的很好喝 大家快去评论区里用回券吧 老板娘想吃酱牛肉了 我都不知道她还吃酱牛肉 快十年了 居然还有我不知道的 泡去血水的牛豚肉 切成大块 冷水下锅煮四分钟 撇去浮沫 把牛肉捞出来 剩下的汤底可以煮个大姜汤 调酱油 五勺剩两勺为准 四勺酱油 两勺别糖 1.5升清水 大火烧开 烧开后放入牛肉 中小火 过度一个小时左右 韩子还在睡觉 突然就睡着了 哎 做个酱汤 刚才的牛肉汤里放三勺韩式大酱 一勺辣椒酱 放点土豆 豆腐 烧开 贼简单 汤还剩三分之一的时候 放入青椒 蒜片 鞍唇蛋 关火 牛肉丝成条 吃吃方便好入味 吃饭了 你是刚睡醒的人吗 闻小金 一个给老婆做饭的男人 哇 这是我见过刷锅要最多的炒饭 没事一定要在家试一试 强力推荐 鸡肉和食 关火炒饭 先做两个温泉蛋 开水三 关火冷水一 放入无菌蛋 焖10分钟 鸡蛋打散 倒入隔夜饭里 搅拌均匀 有请老板娘 豌豆胡萝贝焯水 去壳的虾肉焯水 严格按照距离演的 从小火虾头虾壳炒出虾油 虾头捞出 虾头捞出 也捞出 干净 放入咸蛋黄 起砂后放入豌豆胡萝贝虾仁 放入米饭 怎么变成粥了呢 我只要打三勁 来 另起锅 另起锅 煎一下午餐肉 调中小火 继续翻炒至粒粒分明 打点黑胡椒 加盐吗 加一点 太炒烂了 我是小金 一个给老婆做饭的男人 吃完金沙虾球 她说 我第一次觉得咸蛋黄也好吃 以前不是说因为我爱吃 才把蛋黄让给我的吗 今日火食 金沙虾球 先热一下油 开虾背 从虾尾开始切 切一半深 切浅了炸不出来球球状 切深了会变形 把虾线去掉 加一小搓盐 搅拌至粘稠所值 均匀裹上土豆淀粉备用 300克的虾肉配一个半咸蛋黄 捣碎备用 有请老板娘 筷子瞬间冒大泡 五六层热的时候 下锅炸 时间不用太长 变色定型后出锅 切浅了 刚刚好 切深了 微微冒烟 油温回升至六七层热的时候 回锅覆炸三两倍 这一步是为了口感更香脆 锅烧一层薄油 放入蛋黄 切剂油不能太多 一小撮白糖 胡椒粉 蛋黄起泡后 放下搅拌 我是小金 一个给老婆做饭的男人 这位女同志突然想吃披萨 现在还有开门的店吗 打烊了 没有了 没有了 用家里剩下的材料 给她十分钟做个披萨吧 切热火食 拌披萨 一碗饭打入一颗鸡蛋 揉拌均匀 不是因为我不想给她做披萨饼 她真的觉得这个比披萨还好吃 切点洋葱 春油吃剩下的香肠 剩驴果 再配菜炒一下 炒熟后拿出来备用 把米饭放进去 把饭铺平 开最小火 刷上番茄酱 当然有番茄一面酱更好 我们要的吃没了 撒上马苏里拉芝士碎 其实披萨不就是靠这个 铺上配菜 再铺上马苏里拉 再撕上一些芝士片 配菜不够芝士来凑 盖盖盖子三分钟 我是小金 一个给老婆做饭的男人 我是小金 昨天晚上我被老板娘刷屏 大概的意思就是这么火的菜 她到现在都没吃到 今日火食 折叠包饭 能不能别在我上厕所的时候发这些 中火午餐肉煎一下 煎鸡蛋 下一步是最重要的配料 100克辣白菜减稀碎 100克金枪鱼罐头 老板娘的最爱 15毫升料少为准 半勺白糖 一勺水 半勺韩式辣椒酱 半勺生抽 中火翻炒两分钟 开始组装 包饭海苔一张 折叠后沿着边缘 剪到中间这个状态 1234 铺上一层米饭 芝士片 在芝士片上面放金枪鱼炒泡菜 3号层放上蔬菜 挤上蛋黄酱 最后一层放鸡蛋或者午餐肉 开始折叠 1号盖2号 2号盖3号 最后把4号盖上来 保鲜膜包住定型 我是小金 一个给老婆做饭的男人 去祢 influen 超出品的 最后一层宫 就插到 和世界一层宫 最后一层宫 都会珍得 当一胖体质取了一个吃不胖的人的结果 你怎么那么开心 现在快凌晨一点了 但是这个人想吃夜宵 但问题是今天小七全部停庆 这是最大火 只能勉强做一个15分钟的吐司披萨 今夜获食 吐司披萨 锡纸折一个方块放入吐司 抹上披萨番茄酱 用沙拉酱把边封住 单手打蛋 放微波炉先钉3分钟 准备马苏里拉芝士 这是一个超超热量的食物 再撒上马苏里拉芝士 放上番茄 洋葱丁 腌黄瓜 家里有啥放菜 烤箱最高温度烤5分钟 我是小金 一个给老婆做饭的男人